首先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這邊收尋會滿差的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因為通常呢 每次下午的時候 你知道直播的時候啊 可能我們都是在中天的一樓啊 來跟大家聊聊政治 但是今天我們下午呢 特別把現場拉到了外面 來 我在哪裡看一下呢 這邊呢 一片荒野 荒野嗎 對 現在呢 我人就是在桃園 桃園的哪裡呢 再介紹我在哪裡之前呢 我先介紹一下兩位特別來賓 而且呢 都是重量級的特別來賓 來 老師 老師過來 來來來來 這位老師呢 還有這位西裝大帥哥 其實呢 大家對這一位呢 可能會比較眼熟 因為呢 他之前有罷名王浩宇 罷名王浩宇 然後大家呢 對他比較面熟 他就是唐平榮 然後大家對他可能比較熟悉 而這一位老師呢 也是今天的重量級來賓 老師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哪裡 然後跟網友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嗎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真愛藻礁公投的領銜人 那今天呢 我在的位置呢 現在是大潭電廠的旁邊 也就是大潭藻礁的前沿 我們等一下呢 要進去看藻礁 來認識藻礁 了解藻礁 那所以呢 今天在地點有沒有很特別 跟我們今天主題呢 就是很相關 就是關於藻礁的部分了 那今天呢 會特別找到唐平榮先生 過來這邊 同樣呢 也是因為他也是 桃園的在地人 而且之前在罷免王浩宇的時候呢 對於這個議題呢 也是多有了解 來跟網友打聲招呼好不好 好 昨天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平榮 很高興今天能夠跟潘老師一起來 我們這邊關唐藻礁的這個 我們即將會受到一些破壞的一些 我們桃園非常珍貴的資產的這個地方 那在潘老師 在我們霸王的期間 也非常的力挺我們 那我們的十大王浩宇最狀之一 就是之前王浩宇他有承諾過 在他第一次選議員之前 有承諾過要保護藻礁 但是他卻失言了 所以這一次 我特別的 應那個就是潘老師這邊 我來跟他做一個力挺的一個動作 好 那麼呢 今天為什麼會特別講到藻礁的議題呢 主要就是 大家 各位中天的網友 觀眾們 不要忘記囉 現在呢 出了有萊豬的公投 衝得很高 衝了六十幾萬 好厲害 但是同一時間 藻礁的連署 公投連署呢 也在同步的進行當中 但是呢 現在的數字可以說是蠻淒慘的 可以這樣說嗎 很辛苦啦 是有點牛步啦 但是最近其實已經在許多媒體 慢慢的報導之下 我發現到有極速升溫的現象 那我們也期待在最後這五天 可以一下子爆發出來 最後就一舉過關 沒問題 我們呢 邊講邊走 跟著鏡頭邊講邊走 我們當然不是只是站在外面呢 跟大家說 我們在這裡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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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實際的帶大家 一起往裡面來移動 好 老師 我們現在要進去的地方 要走過沙灘是不是 要走過那個沙丘 走過那個沙丘 來 鏡頭看一下那個沙丘 走過那個沙丘會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看的藻礁的重要地點嗎 對 我們走過沙丘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已經露出來的那個藻礁 也就是藻礁它必須是在退潮的時候 我們才看得到 現在剛好退潮 對 這個時間正好是退潮 大概是乾潮啦 等於說就是退到最遠的時候 對 那等一下我們進去 它大概潮水就慢慢的往上漲了 那漲到大概再經過兩個多小時 那個藻礁就被整個淹沒了 對 對 直接來到桃園藻礁現場 帶大家來了解到 為什麼呢 有這個保礁還有這個相關 為什麼說蔡政府呢 會破壞環境的一些爭議 你直接呢 現場給大家看 喔 今天風好大喔 而且呢 這沙很多人 眼睛也真不會開 今天的風超級大 對 好好好 欸咻 我這裡還不好走 真的不好走欸 天啊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齁 你感覺到這裡是一個很惡劣的 惡劣的環境 但是年輕人其實滿喜歡很冒險的 我們倒是覺得 其實這裡來做一些 某一些冒險刺激的那種休閒運動 來開發也不錯啊 對 但是現在重點啊 我們今天的問題啊 就是說 你看到這麼好的環境 但是呢 是不是準備要被破壞 那大家呢 今天這個議題喔 其實跟所有人都很有關係 因為這個地點呢 可以說是一個世界級的 世界級的地景和生態系 對 之前是不是 在2019年的時候 也有被封為 什麼 老師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好好 天啊好難走 好 2019年的時候呢 世界的海洋保育組織 叫做Mission Blue 他們已經把我們這一代的藻礁 列為東亞的第一個希望熱點 那其實就是代表這個地方呢 是很重要的海洋生物育嬰房 它是非常值得保留下來的 一個有希望的熱點 對 希望的熱點 我現在希望的熱點 眼睛睜不開 天啊 我們可能要到下面去 我們到下面以後就會比較 這地方都是乾的沙 這個地方先 等一下你說什麼 我現在完全看不到 我這應該是你第一次經歷過錯 那這樣好啦 我們這樣走 你就比較不會被 我的隱形眼鏡完全被卡住 很多沙子在裡面 對 風是那樣的 你可以考慮就是這樣走 這樣子走嗎 對 好像好一些些 攝影大哥 我們可以轉個面向嗎 你看我們前面很漂亮耶 直接換一個方位 就是慢慢的往後退著走 往後退著走 好 等一下到那邊就不會了 好 對 老師對這個環境好像很了解喔 熟悉 很常來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過去 大概一個月至少要來個三兩次 欸目前啊 講到這個連署啊 目前的連署狀況怎麼樣 我們從去年十二月十一號開始連署 那從一天收到一百張兩百張開始 到昨天我們收到總共是九萬六千多張 那門檻是然後期限時 門檻是二十八萬六千 九千六百六十七張 但是安全分數不能是這樣 如果被淘汰的最後數量不夠的話 就不能沉岸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三十五萬張 那三十五萬張距離現 距離這個數字呢 還有大概二十五萬多張 不過我覺得我也不擔心 因為我們其實在二二八之後 還有一段的時間可以衝刺 就是中選會告訴我們 你們最晚三月十七號以前要送 我們只是擔心說 大家都擠在最後送 我們根本沒辦法整理 要走到哪呢 要走下去喔 對 到那個濕濕的地方 好 然後你就不會被有沙子那個來對 好像好一點了 對 現在的沙就是都是那個 沒有被水黏住的 鬆鬆閃閃的沙會被吹起來 這個風外面太大了吧 對啊 這個冬天的風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中游很早自己評估 是不適合做天然氣接收站的地方 對 那 看到那一邊啦 對 往那邊看 其實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呢 會特別討論到這個議題 除了呢 是要幫公投 趕快再來衝一波之外 因為呢大家也知道期限 剛剛老師有說 期限呢其實也快到了 而且呢現在分數其實不如預期 所以呢 要更多人來一起關心這個藻礁的問題 是 是 是